你觉得你这个假期很快就能实现 还是有点遥不可及 据我所知 怎么着也到一年之后了 因为黄斌同志给我的安排 是在基本上到明年8月份之前都没什么空 那看来这个就是度假的 这样一个就指的是梦想 但我比较会差 比如说有时间出去拍个杂志 接着要去国外我就会带上家人一体 借机也当度假的 那我媒体也在啊 这样就是多不安全啊 帅铁档 有什么高招吗 你看你现在都被包围了 你真帅啊 你不要叫就谢谢你 求你们了 黄有明你今天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杯分传赛 来谈一下你对中国杯分传赛的看法 我们是中国杯分传赛官方微博的记者 来谈一下你对中国杯分传赛的看法 特别好 没事 能多聊几句吗 因为说实话 我真的不是很了解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海 那我也很喜欢这些个海上项目 所以我刚刚自己体验了一下之后 我就很爱上了这个架势船的感觉 然后也希望我们终于多一点这样子的赛事 然后也希望我们中国的选手能够做难冠军 然后我觉得这种比赛 其实才是体现集体的力量的时候 小明前两天在微博上说 好事连连惹的大家都很好奇 有什么好事 能不能透露一下 我最近说的好事连连指的是 我最近拍的戏啊 开心啊 这些好事连连 就分享一下吧 有什么开心的事 开心的事就是 就是我最近的每部戏都拍的很顺利 而且每个角色我都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最近 不知道为什么 人总是会有那种突然就是成熟 就是开窍的那种感觉 对我最近就有这种 突然整个人变得好像成熟平静下来了 所以就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 有感而发 就反而最忙的时候 反而心情是变好了 对所以黄斌说 我发现你工作越多越精神越好 我就很痛苦这个事情 什么意思吗 这就 那你当然不能硬杂了 不然他又要给你安排很多的工作 对所以有时候也得装作很累的样子 其实是很累的 有没有什么生日愿望呢 生日愿望 能跟我们分享的愿望 你要让我说句真实的话是因为我觉得其他的什么休息啊什么的都都还都是过去的事情都是后手可得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想做的就是我觉得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部完全属于自己的好的作品电影作品 所以我很希望自己可以拍一部真正属于我自己好的电影作品 好的电影作品的标准是好的 好的电影作品 说大一点就是像教父啊这种大的电影 那包括以前我们香港的这些英雄本司啊这些老的这些流传下来的这些好的电影都是就是一部自己主演的好的电影可以留下来给大家经常反共来 群群乐道的作品 刚才在海滩上有个外国人他直接你就是很多人围着你然后他问我你是谁 后来我告诉他这是中国一个movie star然后他就问我你是哪一类型的 他说然后我就想了想他说你是功夫吗 然后我说嗯不是你觉得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的 我就是一个中国演员 嗯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在努力成为一个很好的中国的演员 然后我也在努力去学习功夫 然后我也会拍我的大片中国的传统配克力 然后也在努力去学习书法 这也是我的中国的胖子 还越费得受用的 我想学的东西很多 但那就看自己时间太少了 可不可以说英语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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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不算演员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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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上了是微博号 那你在船上有发微博号 我在船上发微博吗 就跟大家分享 就跟大家分享 嗯 我还没来得及在船上发微博 但是他们应该在发吧 啊那你对深圳有什么 比较新的影响吗 应该不是自己转什么 我只来了这块地方 我还真不知道其他的地方 你应该不是第一次来深圳 不过我之前有一个戏在深圳 我觉得深圳一直都很好 从我知道的时候 我就知道 邓小平爷爷好像在深圳化特区 然后 对 然后自从那之后 深圳就一直 各种新闻排名 深圳都是在最前面 所以我知道深圳是非常好的城市 所以毫无疑问 那下一次中国军人赛 在举行第六届的话 要怎么回来 会 我愿意 就当是度假了 对 那看来这座海滨市场 有下限量好 是 特别好 它跟青岛的吗 这个地方气候不能回一点吧 因为青岛还是毕竟是北方的天气 就是它有时候会冷 但这一年四季的 就这么厉害的 然后都是看着很清脆的感觉 就是跟青岛的海一样 其他的其实也不美 在谈深圳看到海的时候应该会有什么加坏的感觉 这个角落跟我在青岛的家里面看到的那个角落一样 青岛是澳藩基地嘛 澳藩赛基地 也是有这样的一片隔断的隔有一至一只格一格格入型飘 有很多齐齿 然后一望无银的大 Bir�도 还偏一歇 spoonful 我觉得这个是 那种力量和精神的体现吧 竞技 所以 刚刚我自己轻心体验的一下 开窗其实挺不容易 虽然很努力 所以我知道做每一行 成功 都是一件非常 非常辛苦的事情 那我就希望我们 这个参战赛的选手 加油 也希望我们 能够取得好 也希望我们这个赛会 越来越多的人才 这样越来越大 小明说到什么类型的演员 不会是有一种超人型的 今年一年拍了七部电影 不好玩 我一点都不愿意干这种事情 那明年会不会稍微 放缓一点说不要 一定 因为首先 我本来在拍电视剧的时候 一年也最多只拍两部 我不是一个很愿意多拍 但是因为去年一年欠下太多了 所以只能在今年还 还债 对 所以 还了很多债 也帮了很多人 需要帮的忙 然后 应该只会 一生中 我估计只会只有 今年会拍这么多 以后再会 但选剧本什么都是你最决定 还是你的团队决定 因为你本来说并不愿意 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 能够很精确的选一个好的剧本 但是我肯定是主打的 因为主要是我演吧 那我的团队会帮我一起做参考 因为我有时候看东西不够客观 我只是做毫无演员的工作而已 所以我的团队跟我一起来决定一个东西 在微博上 就是您介绍的微博号码 在微博上在微博上 就是微电影 您的小孩也就是说 做一副作人去 完成一个这样的 一个做一副创作 很有兴趣 我觉得微电影 加拿大富是一个很流行的东西 因为 我觉得现在有才华的人 你他 我每个人 可能手提一台这种 这种摄影机 我们都可以制作一个 很好看的一个小小的 一分钟啊 几分多的电影 那 也许我们就可以发现 很多很好的原材 那我也愿意去做这种 很精致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所以我 非常愿意做这样的东西 小明最近有没有看中国的华丽片 然后有没有说 因为你刚刚一直提到说 自己的燕王是要拍一个好的电影 那别人 那些女孩 那个 有没有说 看到比较亮眼的华丽片 然后你会导演是你比较青睐的 觉得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 我最近看的最好的一部电影 就是我昨天晚上刚看的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九百刀的 对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自然 非常清新 非常的意外 然后 那我有了很多很多的活 我一直初恋吗 初恋 应该是回忆我的学生时代 那时候就比较稚嫩的时候 然后大家都有过类似这样子的经历 我觉得这种 我相信以后我们的这种电影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觉得看到了希望 真的看到那个电影让我看到了很多的希望 小明您知道老男孩吗 我知道 韩国的那个老男 不是 那个筷子兄弟 老男孩 我没看 我知道 您愿意和那个筷子兄弟和那个吴虎博 做一个微电影 如果有机会的话 有机会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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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